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來到五月尾就要拍一個很平常的系列 每月用什麼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五月的時候我用了什麼好嗎? 應該不需要太多開場白的了 我們直接開始吧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個訂閱和鈴鐺鈴鈴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的資訊了 第一個一定要先分享 如果不是會被大家追殺的 就是Charles & Keep這個白色手袋 我本來沒有想像這樣拍片分享 因為我知道有其他Youtuber都說過這款手袋 但誇張程度是每天都有人問 白色容易髒嗎? 擺得多不多東西? 然後重不重等等的問題 那我就不如說一說吧 其實這個袋我現在已經放了我出家要用的東西 除了電話之外 它是完全不會撞爆了 而且你看到拿著鐵鏈也好 它不會踏下去的形狀都蠻堅挺的 雖然它的皮膚都算是比較軟身 但是我也覺得蠻滿意的 另外就是大家知道我帶它出去拍照 那天我是穿牛仔褲 淺色牛仔褲 我都不敢穿深色的 它完全是沒有任何的牛仔褲藍色的痕跡 在上面 沒有弄髒的 我不算是很疼愛手袋的人 我回到家都是放在塵袋裡 然後卵便宜的 但是呢 我都不會把醬油 然後咖哩汁 總之吃東西的時候 我都不敢放在前面 不會把它放在地上等等 然後重量方面它是不重的 它完全只有裡面物品的重量 我知道大家有時候買些手袋 本身的袋已經有重量 然後你再放東西是拿著石頭出外 它就完全不會了 現在我給大家看看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那是有我的卡住 然後有半包紙巾 然後有一個粉餅 然後就有口罩套 然後是AirPod 鎖匙 唇膏 還有我的搓手翼 其實放完這堆東西 再放在電話也能夠關掉 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放進去之後 你都不會覺得它是塞到爆了 或者很難拿東西 而且是關到拉鍊 絕對沒有問題 不需要按住或就住的空間 所以我是十分滿意這個袋 569元 就算穿一季之後它黃了 或者是髒了也好 都不會心痛 夏天襯衣服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它有這個鐵鏈 你可以放在上薄的時候 揹著就可以斯文一點 然後它有這個粗帶 你又可以斜背比較隨便 另外還有一條右帶 不過我放在耳邊 很少用得到 我都還沒開那條右帶 總之這兩個方法 我都覺得很棒 然後也有朋友問我 Charles & Keep這個袋 還有Rosa Kay這個袋 我會選哪一個 我不會選 兩個完全不一樣 襯衣 顏色都不同風格 沒有辦法選 不過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剛才 CK這個袋裡面的 所有東西我都傳送了 Rosa Kay這個袋都安裝了 缺點就是它比較深 雖然它容量OK 但是你拿東西的時候 就沒那麼方便了 你要真的 可能面子拿出來才拿到底 不過它是裝得完 兼色都不會變形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第二樣東西 就是上線房的有米茶 之前他們寄過一盒給我試飲 我自己很喜歡 再用自己的標誌回購 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有些朋友問我喝完之後 看到什麼效果有什麼不同 其實養生茶就不是一個藥物 不會很快的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效果 但是它可以慢慢改善你的體質 例如我現在手上的這個焦氣茶 我很喜歡裡面有薑、陳皮、紅棗、炒白米 都是一些很正氣的材料 你喝完之後 人會慢慢變得沒有那麼寒涼 然後這個是女神茶 它裡面有炒白米、炒紅米、紅棗、狗忌子、龍眼肉 以及狀紅花 是很適合女生除了M度的時候 不要喝之外 其他日子去喝都可以幫助補血 然後你有機會喝得久了 沒有那麼容易M痛 不過始終都是要持之而行 一盒裡面有10包 這款1500 另一款就是1400 用我的Discount Code 在6月尾之前就會有9折 我自己覺得10多元一天 它是不止衝一次 大概衝到3-4次 去到第四次就真的很淡 也是一個很保健的飲品 成份裡面沒有糖 大家喝到都是裡面的材料味道 我現在開一包給大家看看 這一款是很方便 裡面一包包 然後你一撕出來 這個茶包是非常透明的 你完全看到裡面有什麼材料 不會說磨成份 有些不知名的成份 他們也寄過這個水瓶給我 茶包放在上面 裡面有茶格的 這樣就不會掉下去了 然後你就沖水在這一邊 然後調轉它 這樣去浸著茶包 然後想喝的時候 這樣翻轉它 這裡是雙層玻璃 就不會垃手了 整件事都覺得很方便 大家不需要自己收拾材料 我也知道大家很懶 貪方便 這一種的養生茶真的非常不錯 接著就到護膚品 之前我收到一系列的天然有機產品 來自加拿大的品牌LORANE 他們是獲得多過有機認證的 這兩支分別是他們的有機分衣草花水 還有有機玫瑰花水 花水是LORANE的王牌產品 沒有添加劑、沒有酒精、沒有香料 每一支都是用幾千甚至過萬片有機花粉 用單一蒸餾發蒸餾而成的百分百純天然花水 花水的質地是完全水狀流質的 這支有機分衣草花水的味道跟平時香氛不一樣 它聞起來是有一種是分衣草田 很天然很Raw的感覺 然後濕敷它是可以舒緩到敏感或出豆豆的肌膚 然後另一支有機玫瑰花水我非常喜歡 我已經用了三分一了 它的玫瑰花味是很清幽的 然後早上用來濕敷是可以消除到你晚上開冷氣 睡覺的那種乾燥蠻緊的感覺 特別是你生理期前用是非常有感覺 因為你的皮膚不穩定 用錯東西是很容易起敏感的 但用它就可以保濕 又不怕過敏了 另外還有這一支抗氧緊致去皺全效精華油 成份有摩洛哥堅果油、玫瑰果油和沙極果油 讓大家看一看質地 你擠出來它不會是潔滑滑的 但是你推開了之後 按壓在臉上它是有油的滋潤感 但是不會黏黏的 除了當它是普通護膚品之外 天氣乾燥的日子用來做打底之後上妝就會更加貼服 大家看到它是有光澤感得來 完全不會油膩的 它的收護功效很好 然後眼周皮膚都用得到 我是沒有生任何油脂粒的 我是很喜歡裡面有沙極果油這個成份 因為我以前皮膚爛的時候 我都有用沙極果油產品 是它令到我皮膚復原的其中一個功臣 所以皮膚敏感的朋友都可以試用它 是沒問題的 還有這個是抗氧緊致保濕量肌面膜 裡面是有藍莓和萬月莓精華 豐富的維他命C就做到一個抗氧化的功效 裡面是有一些萬月子的一粒粒的 敷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刺激的 皮膚越乾的時候 這個刺激的感覺就越明顯 就告訴我皮膚缺水了 這陣子要勤力一點做護膚才可以 敷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皮膚滋潤了 柔軟了 還有我覺得有少許去黃的感受 所以我用了它們的產品一段時間都沒有任何過敏 天然有機的產品用得特別安心 剛剛這隻手敷了10分鐘 我在不同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挺明顯的那種亮白了 還有細緻了 待會拍完影片我要敷完這隻手才行 之後要分享的就是一個髮膜 就是來自SBON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SBON的身體磨砂了 這個髮膜是我朋友燒我的 她一直都告訴我很好用 但是我跟她說 我的髮膜染了十幾年無間短 然後這幾年不停飄 都很傷害 應該這麼貴的髮膜也救不了 但是她就不順滑 她自己逛街看到有貨 她經常斷貨 她就買了給我 然後就叫我試一下 誰知一試我就真的愛上了她 其實我的用量也挺凶狠的 這裡大約用了一個多月 我已經沒有了差不多半斤了 價錢來說絕對不便宜 200ml290元 是一個你要考慮 會卻一卻步的價格 但是她的效果實在太好了 雖然我很喜歡印尼髮膜 她還要很便宜 但是如果你說收穫的功效 絕對比不上 她是那種你塗上去 是有一種Skin Care的感覺 然後你感覺到頭髮是真的滋潤了 然後收穫了 但是一沖水之後 是沒有任何的油膩感 不會有厚重感 是很輕盈 但是你感覺到頭髮是好了的 因為印尼髮膜的滋潤感都很強的 但是她做不到這種 令到和港草起死回生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家有興趣 然後又捨得的話 都不妨去買 我覺得我一定會回購她 我不小心被人燒到 怎麼辦 來到最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要減肥了 我終於頂不住了 我一直逃避 不夠膽上磅 因為我覺得拍照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照片 所以沒問題的 但是我最近去美容院做一個 殺之機 還有一個sit up機的時候 剛剛做了幾次 我就覺得褲頭鬆了一點點 但是我發現其他的位置 都還是很虎背紅腰 很大隻 然後我自己接受不了 還有我的雙下巴 已經開始有三包胎和四包胎出現 那我就真的得起心肝了 我最近就買了一件背心 就是這個納筆小身 是不是超可愛 我是沒有勇氣穿的 因為我的手臂是超級恐怖 所以我希望 現在的習慣 就是每早上做半小時的HIIT運動 因為我不希望肚子減到之後 我全身都很壯健 所以為了全身都可以減到 我就加強了這件事 有一天如果大家看到我穿這件背心 就代表我應該減肥成功 如果你想知道我現在多少磅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們 到時候減肥成功的時候 我就會分享 不過我還未拍我現在的一磅 我還是不敢接受這個現實 是比大家想像之中更加嚴峻的 這個問題 這個納筆小身系列是我最近在台灣的網站買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買了這件 是底褲 這件是我男朋友選的 然後還有這件 就是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勇氣去穿 超多的印花 衣衣真的老了 不知道穿不穿到這麼年輕的款式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今個月就是這樣 很多要分享的東西 我們下個月再來 6月用什麼 好了 今天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